大家好,繼續回到法大廣場環節 身邊的嘉賓換裝在研究部的分析員譚志樂先生 在旁邊,Arnold早安 不如跟進一下,藍丑創了52週的新高 找到有和記王布13號2628國壽 電力股836方面,環運電力亦創了新高 另外,百例國際1880亦創新高 如果有時間的話,再續續和大家看看 先看第一隻2628國壽 今天高位是見我24.6 暫時沒有升跌到24.45 國壽來講,之前都見到A股方面表現強勁 對國壽一定有個直接的影響 問一下,還有沒有力量向上升 另外,後市方面應該怎樣分析 其實看整個壽欠板塊,整體影院都繼續向上看 第一,除了說A股做好之外,整個壽欠板塊最受惠 第二,其實看回內地的保費收入 表現到目前為止,都不算太差 最壞的時刻有望已經過去 其實看回過往幾年保費收入 的確是增長放緩,甚至出現輕微倒退的情況 第一,最主要原因是 最主要原因是內地的壽欠保單 其實始終過往都牽涉著很大部分的投資成份 但是A股市場做得差,投資環境不好 都令到這些壽欠保單,投資商年保單等等 吸引力大大減少了 但是隨著近期來講,第一,一些國債 債券的投資,看到回報開始做得不錯 就在今年開始來講 另外,特別開始一些保單的收入來講 投資回報,隨著A股開始回穩 整體現任的表現都開始做得不好 我相信這些保單來講,未來的吸引力 都會慢慢地回來的 所以都有機會說,只是這些保費收入 最壞是有機會過去 那你說看回國秀,除了說保費收入 看到開始放緩勢頭,甚至跌勢開始存定之外 講他們的新業務價值的增長 亦都表現良麗 所以他們未來的盈利貢獻 或者是營運幫助的,的確是不少的 那你說看回國秀,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講他過往這三年 國秀做得這麼差,最主要原因 都是講國秀在投資收入一方面 表現真的做得非常令人失望 那但是你說看回,A股講這三年來講 又差不多接近2009年,講三千幾點的水平 上升指數,跌到目前為止 好像最近的低位,一千九百四十幾點 那累積的跌幅都差不多接近60% 其實近期來講,我相信A股下跌的空間 但是不會說再大 那反而見到近期來講 A股由低位的反彈都比較明顯 相信他們第四季的投資收益 應該有個不錯的表現在那 那到時的話,第一,他們的投資收益 有機會由局勢反彈 第二,你說國秀其實在過往幾個季度 那始終是對A股的態度比較審慎 做出一撥比比較多 都令到他們的盈利貢獻 盈利方面的表現不是太理想的 那但是你說如果A股真的回穩 甚至有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出現的話,那到時國秀有機會 降造多了的撥比,有機會出現回撥的情況 那到時你說國秀的盈利 未來表現增長,可能真的可以提高一節 好,謝謝Arnold先 講完國秀之後呢 剛剛另外都提及有幾隻隻藍籌 都創我52隻的新高 那先看就是電力股方面 編號836,環環電力 今天高位見過就是19.9 現時來一刻就升近2%,升3.8 只報19.56 大家都知道,看到相關的消息 說到取消煤價的雙軌制 不同的券商都出來說話 亦都見到稅銀方面 特別點名唱號就是潤電836 亦都是給它一個買入的評級 目標價看到成22元 他說到取消雙軌制 其實對發電商的影響 不是太大 因為合同煤和現貨煤的價格 都很接近 問一下Arnold先 暫時來講都升上來了 後市方面應該怎樣分析 對啦 再看電力股 其實你說今次取消雙軌制 其實對它們的實質幫助 或者性的影響 我自己看的確不是太大 第一個原因 其實目前來講 合同煤和現貨煤的價格 的確不算爭得太多 而且你說其實看回 整個取消雙軌制最大的幫助 都是說其實未來如果煤炭價格上升 電企都能夠將一個發電 上網電價有機會跟隨而上升 都定到它們未來來講 不會再說 因為見到煤炭價格急升 可能會導致它們的成本急增 令到盈利空間 甚至出現一個虧損的狀況 在長線來說 的確是一個利好因素來的 但是你說去到現階段看回 第一說著 煤炭價格 由之前那些高位 800多元的水平 回落到現在500多元左右 其實現階段說著 一些電企都開始 順利率或者利潤水平 都去到較合理的水平 這次取消雙軌制之外 第一說著 你說用合同煤換到現貨煤 沒錯 你說煤炭價格 未必會有一個太大的變動 但是你說 其實未來來講 始終說著 第一說著煤炭價格 未來很難出現一個大幅的升幅 第二你說在煤炭股的價格上 電力股上面的價格上面 都反映著這個煤炭價格回落 到它們最大的幫助 對它們的幫助 所以你說對後市來說 這次真的就算取消雙軌制 未來的成本控制會好一點 但是你說現階段 電企已經有一個合理的回報水平 所以你說 未來來說 就算你說煤炭價格 真的再上升 它們能夠轉價 只能夠抵消它們的成本上漲 對它們的盈利的幫助 未必說真的太大 但是你說見到近期來說 電力股 整個發電行業 有機會都會從谷底反彈 你說看回最新11月份的發電量 都見到有個不錯的增幅 那你說未來來說 我相信你說內地 經濟只要是建底反彈 未來的發電量 有機會保持著一個不錯的細節 到時的發電 所以這些電力股後市來說 仍然可以繼續提高的線 好 另一隻902的環能國電方面 亦都是比製稅銀方面都唱好了 亦都是去到一個中性的評級 問一下Arnold 其實幾隻來說 剛剛你也說到 大家都在炒內地經濟建底回升 所以發電量方面 亦都有一個很喜歡的情況 那麼多隻來選擇 雜誌應該選哪隻 其實如果要選擇電力股 目前來說 最大的關鍵 都是講內地經濟周期的敏感度 其實你說 如果我的確要選擇 我會選擇環電力 始終講內地的龍頭是第一 第二 始終講負債水平 不算太高 這方面都有助他們的利息控制 所以你說如果要選擇 我都會見潤電為首選 第一講龍頭 如果你說內地的經濟建底回升 的話龍頭 我相信怎樣都會比較守衛 所以如果看回股價和技術走勢 近期來說 升勢都比較明顯 但是我建議 你說如果一天不跌穿20天線 講18.5這些水壁 短期後市我覺得 仍然可以繼續看好的 但如果你說一些中將線的投資者 可以把指示位設定50天線 如果不跌穿17.5 中期後市仍然可以看好 後市可以看20元樓上的水平 好 跟進相關的版塊 華人電力方面 升近接近2% 升3.6 報19.54 華人國電方面升4.7 報7.18 華電國際升1.1 升接近4% 中國電力方面升近3 大唐發電升4 好 看完電力股之後 看看另一個移動股份 剛剛都說到 行指成分股來說 有幾隻就創了52週新高 另一隻就發現了 有13號 和記黃報 今天高位是見過81.7.5 現價方面 升5先 報81.3 今天這隻和記黃報來說 都表現不錯 有些什麼因素 好 另外看回和黃 最主要是說 第一 和黃的業務 除了本地之外 接近30%的業務 都是歐洲業務 近期歐洲的經濟 的確看到有些氣息 令到和黃相關的業務 都有憧憬 除了港口的業務 除了經濟反彈之外 一些零售的業務 都有機會做出一個 不錯的表現 所以和黃 過往來說都受到歐債危機等等的困擾 但是你看到近期來說 隨著歐洲央行 開始放寬貨幣政策 一些相關的措施 去支援歐債危機等等 你說歐洲最壞時刻 有機會過去的話 你往往都有機會跟隨著 股價上面有機會跟隨著 做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看回技術走勢 短期來說 可以留意一條短期上升軌的支持 你看到這條上升軌 基本上如果股價 如果不跌穿80元的水平 後市我覺得其實 有條件再繼續向上升 目標我覺得可以看回到 86至87元的水平 好 看看資料的顯示 摩根大通方面 都有增持 即和黃方面 增持是528萬股 在上星期17日增持 見到每股作價方面 是80.23元 總值是4.24億元 最新的持股量方面 增加到5.11% 好 謝謝Arno 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 有事想問 不妨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耳線是204-6566 或者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做回申報 Arno 剛才說的幾隻股票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你 行指方面 升級40點 報22,659點 成交今晚122億 很明顯大家都在放假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